第一个就是开启这个Eclipse 开的话记得就两个目录 反正我刚刚这边有跟各位提到这个 所以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编辑器 这个是我们Python的路径 你确定一下这会不会低谍底下 如果有的话OK了 只是名称也许 最好是先把它稍微记一下 不然的话我发现同学好像搞不清楚这两个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呢 执行这里面的执行档 并且设定设定在这个Windows Preference里面 当然它假设我把它remove掉 重来拥一下brows 跟它讲就是你的目录是在低谍底下的这个 Python的3732 然后跟它讲最重要是这里 就是跟它讲这个东西的位置 Python的执行档在哪里 OK 然后它也会顺便找到就是里面的其他的函事库 如果你设定好应该就OK了 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这个动作一定要很确实做完 否则你后面要做练习就是会出错 OK一下 然后就apprise close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开发环境就完成了 就这样而已 应该没有太复杂吧 OK只是步骤可能如果还不熟悉的话 如果你刚刚问卷里面有email 我也有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了 你回去再看一下好不好 OK反复看了 因为我进度还是有啦 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在这边停太久 所以也就是回去一定要多联系 像这种东西 你回去不花时间要把它学会 看应该蛮困难的 除非你知识非常聪明 记忆力过人 其实我记忆力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我看过一遍我大概就会了 而且这环境是我自己把它弄出来的 里面可能要一百个动作 可能我都把它记得熟 所以像我去参加证照考试 所以这样 他考九题给你一百分钟 不过我其实用了十分钟 我就把这个题目全部写完 交卷 应该是第一个交的 OK 因为几乎把程式已经背得滚瓜 也不是特别背啦 就是你已经很天然了 有没有 很自然 浑然天成 程式哒哒哒就打出来了 不过这个可能是 需要一点点 这个 你的天资 还有可能 还有兴趣 另外的话 还有点热情 你要喜欢啦 OK 我是觉得这东西还蛮有趣的 然后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觉得有趣啦 我只是我觉得有趣 我是尽量用有趣影响大家 但是 需要一点时间 OK 所以特别之后 刚刚这个应该可以记得起来啦 Interpret画面 然后第二件事呢 接下来呢 我们OK了 再来的话 我要开始写程式了 所以今天的话很快 环境已经ready了 接下来就是写程式了 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在写程式 那我们要怎么写程式 OK 第一个 先到这边 new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的操作环境一定是file 档案 new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请你先找到other 其他的 那其他里面的话 因为它这个里面 本来是写java的啦 我们把它改成写python other other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那个py开头的 py div 里面呢 才会有一个叫 那个py div的project 特别就是找到这一个 它是在py div里面 这一个 第一个哦 OK 应该可以找得到吧 file new new之后找到这一个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叫nest OK 找到他 nest 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给它一个project名称 它的专案名称叫什么 我叫test 我们一般习惯就测试 测试的专案 那底下的有个版本 2.7 请各位把它改一下3.6好了 OK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所以大概需要 new之后的话 这个打一下 1 第二个的话 这边改一下 本来2.7嘛 把它改3.6 第三个呢 请你选择一个选项 帮我产生一个src的一个目录 OK 把那个专案放里面 所以选3 然后就finish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1 2 3 4 OK 所以基本上就四个步骤 3 4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建立什么 建立一个专案 那他就会帮我把那个 将来你写的程式 就放在这个专案里面了 OK 然后把它finish 好 好 然后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开 你就直接 把它open好了 好 直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专案就出现了 而且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src src就是source的缩写 source就是程式码 OK 意思就是说 你以后的程式码都放这里面就好了 那我怎么产生 你要写的程式码 再来的话记得 按右键 直接在src 程式 中文意思叫程式码 src new一个什么呢 这个 特别重要 如果将来 你们要写程式的话 记得是按右键 在这边new什么 new一个module 叫pydip的module 记得这个 那以后程式就写在这里就对了 反正如果你要写一支程式 就是一个module就对了 它的单位叫module OK 然后module的话呢 就会放在src里面 外面就是一个专案 所以它的结构是这样 最外面就是一个workspace 刚开起来不是问题 你要放在哪一个workspace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有很多的专案的话 你可以在同一个workspace 或者是你也可以建很多个workspace 一个目录可能是写这个写那个你可以把它分开来没有问题 OK 好那我就再来最后我就new一下 下来我们就可以写一点程式 所以记得按右键new一下这个module 然后名称的话叫什么 也许我叫p1 随便给它一个名称p1 然后按finish 好然后呢 它会挑一些选项ok就好了 反正你看到okyes或no 反正你就打一个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一些程式了 程式的话 它问你说要不要样板 不要的话你cancel掉就好了 cancel它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写什么程式好 很简单 a等于3 b等于5 如果多一个sum好了 等于a加b a加b的话 那请问一下 printer 打一个p printer出来 printer什么呢 printer上 ok好程式写完了 请问printer意思是把它输出结果 那请问输出结果会是多少 对应该8吧 那你怎么执行 很简单哦 直接储存 然后上面有个执行在这里 runs有没有 然后他问你说要run哪一个 run这一个 python去run它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答案出来了 8出来了 有没有 ok 所以哦 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了第一次程式了 这没问题吧 然后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重点回顾 1 file new new什么 other 这个 记得是在这个py div里面 二的话呢 就test 这边改一下 然后这边改create source finish 进到里面呢 src上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记得这个哦 然后呢 给他名称 不是这里哦 是这个哦 给他name 我叫p1 或者其他名称都ok 然后finish 在这上面打一下程式 好 并且run它就ok了 好 试一下好了 如果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讲义里面 我印象中应该 我也有把那个 画面这边 有没有 一模一样的东西 好 1234 有没有一模一样 好 这边都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可以参考那个 第几页呢 第 三十 不 27页 新增专案 2728 29 30 ok 这几页呢 就我刚刚做的重点 反正你就照着操作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 打这几个字 那主要我们 这个sample 主要 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 那个程式的运行 如何建一个专案 以后的话就是module 所以以后你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new一个module 一直写下去就ok了 直到我们最后一堂课 也是一样 就new module就ok了 所以 也不用太复杂了 刚开始就讲 先学会怎么写程式 如果要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慢慢再来讲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要new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上面那个 两次一个 还被有个人快捷 那两个灯 不能用那个吗 还是要 你是说 new吗 这个吗 如果 对可以啊 也可以 因为第一次没有出现 第二次就出现了 ok 所以之后就点这边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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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